资讯教育的基础健身就非常的好 可是这时间资讯科技的演变非常的快速 我们不进步马上就变成落伍变成落后的 所以我们希望说班班再提升到智慧教室 所以每一个班都是的话 我这个学校也就是可以成为一个智慧学校 所以我们现在希望建立这个智慧学校 再来带动我们学校另一波的一个科技的精致教育 我今天报告的一个大纲有三个部分 首先是我们学校生根国小资讯科技创新的一个历程 有些或许了解 有些好朋友可能还不是很清楚 第二个是智慧教制建制的说明 智慧教制是什么这样的定义 那我们现在很多地方都会觉得说 他们就是智慧教室 但是他跟我们一般的传统的智慧教室有什么区别 第三个是我们学校就针对这个智慧教室 发展一些医化教学的策略分析 那这个部分也跟各位做简单的一个说明 我说我们几年前是不是三年前就有电子白板 其实更早 我记得大概四五年前全校就建制了 所以当时非常多学校来深圳观摩 那那个时候也是我们老师学习的一个阶段 那我们最近也在做一个分享 其中有一个老师他年纪跟我差不多 那他就说他刚开始接触这个资讯科技的时候 他非常的害怕 害怕什么 害怕他没有办法去适应这个资讯科技 没有办法学习 可是经由我们不断的鼓励 跟给他一些引导之下 他现在觉得说 哇 资讯科技用在教学上 实在是最方便不过的 那你一定会觉得说 这些设备哪有比我们设备好 因为各位建制的甚至都比我们等级还高 那这种呢 比如说像这个电子白板 这个植物头纹 这些单枪 这些就目前来讲 它是变成传统式了 你看我们资金设备进展非常的快速 这边是传统式 那传统式各需要都有 那智慧教室它又多了哪些东西 那智慧教室 它这个 这是网易资讯他们定义出来的 那我也借用他们这个来做说明 那刚刚各位看到的电脑 电子白板 还有这个提示机 这些只是智慧教室的一个区块而已 第一步基础 那我们有这些设备之后 接下来 接下来在课堂上教学之后啊 那一定会有一个平量的问题 平常我们以前大概都做到前端嘛 就是也不是前端啦 课堂 比如说课堂前收集资料 课堂中的教学 那现在我们 我一直想说 我们课堂后的平量啊 要做到什么样子 那当然深坑以前就有这样的条件了 可是这个平量之后 你用这样的一个系统 那有没有办法获得 收集到一些资讯资料 当作我们的一个参考 那这个时候呢 我刚好就 也跟这个网易资讯啊 他们有发展这个东西 所以把这个IS啊 不管是形成性的平量也好 总结性的平量 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收集到这个云端 那经过于云端运算很快 就可以产生这些统计图表 这个就可以当作 比如说哪个学生 他学习力不够 专注力不够 那就可以诊断出来 诊断出来 我们最重要的 就是第四个步骤 就是做普救教学 那当然这个普救教学 它现在是前到医化 那我们现在的学校 没有办法坚持到医化 为什么 每两个礼拜我们都会讨论 那有时候是针对 比如说教学的讨论 有时候是针对 一些书籍的讨论 那我们就会发展一些 教学的策略 那教学的策略呢 我觉得有必要建置 建置这样的一些模式出来 那比如说 现在五年级这样使用 四年级 六年级 是不是也同样可以复制 这是我们的一个想法 一个精神 就拿这个语文领域教学来讲 所以像我们学校 在发展这些科技 我觉得大部分还是要以 领域教学的内容 为资源目标 那当然能够发展 其他的这个连接活动的话 更好 那所以说像我们就是 比如说在语文教学上 这个句型 我们先用电子版本做教学 教学完之后呢 就做分读讨论 让学生去做一些讨论之后 用提示机来显示 显示完之后 老师做检讨修正 检讨修正完 进行一个领域 那这个部分可能我们等一下 教学也是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模式出来 那最后 在老师进去中和归纳 那我们老师实施的情况 大概就是现场就是这样 那现在这是照片显示 等一下是我们实际上教学 那这是剧型教学 然后这是分读讨论 利用这样提示机 那这个智慧教学 还有一专门的特色 就是说 这么多设备来讲 我们以前都是要 一个一个去驱动 比如说15投影机 你要15投影机的driver 那这个 这个 IIS 你要IIS的 那它现在我们把它 开一个软体就好了 那这软体叫做Hiteach 开了之后 它所有的都纳进来 包括你IIS 你教完之后 你可以直接去取诊案 那这样直接收集资料 那这个是来 对老师来讲是非常方便的 那第三个步骤就是检讨修正 那接下来就进行投票了 投票完之后 那老师来针对这个 觉得哪一个好啊 大家就知道 那可以做一个 坦摩学习 或者说参考 参考的一个学习的对象 那同样的 我们第二个 比如说策略 这个是课文的教学 课文探究的教学 课文探究教学 其实我们也是有一个步骤 那这个步骤 跟刚刚剧情教学 有点不一样 所以要针对每一个教学的步骤 我们有一些策略 然后把它做成这样的一个 一个模式出来 那像这个 课文园策略呢 Power Click 它就是 就是把老师把问题呢 要事先用一个Power Point 做好 然后再让学生回答 那现在的 那个IIS的开发 已经很方便了 它可以用 书上开发的那个 这个叫什么 密集光点 湿地光点 那老师学几题之后 马上就修出来 可以让学生测验 我觉得这个对老师来讲 这个是很方便很多 因为我们 我以前一直叫我们老师说 你要尽量使用 可是他会给我说 社长我每次都要用Power Point 做这个题目 实在是有点困难 我说直接没那么多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困难 我们要怎么改善 刚好现在软体部分 它也都可以做更简单的一个 功能的一个提供 那这是我们在课文探究的部分 那同时我们也把这一套 我们要也适合在推广阅读上 那我们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快乐阅读推手的一个活动 那这个部分呢 是我们要希望建立学生们的阅读的广度 所以我们每一个年级 每一个学期 有订出十本的基本书目 每一个小朋友 至少你要先看 你要看完这十本 当然我们希望你看得更多 越多越好 那这十本呢 我们就让那个老师做一份跟导读 有的 有的 比较少人看的 我们就会跟导读 导读完之后 我们有一个安排一个抢大 竞赛抢大 抢大之完 有时候可以 可以给那个小朋友做一些新的讨论分享 让他更有印象 最后啊 我们在学期末的时候 会给全校小朋友 做这个阅读广度测验 我们希望每一个小朋友 你能够读到 你这一年级的十本书之后 你是有洗手紧区的 那所以你一年级一下 一上一下二上那下 每个年级你 你读完之后 你知道多几本 一百二十本 以上的书呢 好